大家好,我是娟子 菠菜和鸡蛋,平常我们都是炒着吃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做法 在锅里放一点油 放入洗净的菠菜,焯水一分钟 放油的好处啊,能使菠菜的颜色脆绿不变色 菠菜放凉以后切成小丁 切一点葱花 碗里打入6个鸡蛋,蛋清蛋黄分离 把蛋清倒在菠菜碎里 加一小勺盐 半勺胡椒粉 加一点料酒去除鸡蛋的腥味 加两勺玉米淀粉 像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在模具里刷上一层油 这样蒸好之后更容易脱模 倒入搅好的鸡蛋液 盖上保鲜膜 上面扎一些小孔 防止水蒸起肥流 水开之后上锅蒸7-8分钟 接下来把料汁调一下 蒜末里加一勺香醋 两勺生抽 放一勺辣椒油 最后淋一点香油 时间到了取出来 倒上搅好的鸡蛋黄 摊平之后再上锅蒸3分钟 关火就可以取出来了 放凉之后再给它脱模 再切成薄片 一盘菠菜鸡蛋糕就做好了 鲜嫩清香 扇上调好的料汁 能遮住菠菜的清气 吃起来酸辣开胃 非常好吃 还能给宝宝做腐蚀 吃的时候不用料汁就可以了 大家好 我是娟子 又到了吃保罗的季节了 今天我用它做一个不一样的吃法 酸甜开胃 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试一下 首先将买来的新鲜菠萝 切去头盒尾 从中间分开 然后切成片 再改刀切成小丁 春季多吃菠萝可以开胃煮消化 孩子们可以多吃哦 在切好的菠萝丁里 加入30克白糖 甜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增减 再倒入一袋春牛奶 180克 然后装进料理机里 打成菠萝汁 倒在一个大点的盆里 加入4颗酵母粉 先将酵母搅拌至完全融化 最后分多次加入面粉 300克 一直搅拌到没有面粉颗粒 像这样的酸奶状态 放在温暖处醒花至2倍大 面糊已经醒花好了 满满的一大盆 用筷子搅拌均匀 排出面里的空气 这样在烙饼时就不会有太多气泡 取一个电饼畅 刷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 油热以后 把一勺面糊垂直的方向往下流 盖上锅盖 弄中火 烙一分钟翻个面 翻面 再烙两分钟 因为小饼很薄 三分钟就熟了 米红häng 薄罗这样做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吃过 看一下很柔软 吃在嘴里酸酸甜甜的 有一种Q弹的感觉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哟 大家好,我是娟子 今天用粉丝要求 给大家分享一个炒猫饼的做法 它的特点是 柔软又多层 首先在盆里倒入400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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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烧锅的是我妈妈 哥哥忙着下剂子 爸爸呢忙着翻油条 炸油条有很高的要求 锅烧好 剂子下好 油条翻好 这样炸出的油条才会更漂亮 过年时炸油条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风俗习惯 炸好的油条 要先进老赵爷 再进老祖宗 把他炸成全身 炸鲜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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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一成 会 会 厂熟 看到都比买的好吃 买的不紧 下面炸的是一些鱼肉 鸡肉 红薯饼和油豆腐 过年是中国民间最隆重 最热闹的节日 只有在过年时出门在外的年轻人 才会飞到父母的身边 只有在过年时一家人才会团聚在一起 虽然父母比较忙碌 但是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这就是农村的真实写照 最后 falta找到整个财 Zeit 就不相信大家在聊天 是不是比较好 只杀过突然来 throws